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之父 柏金顺症虽然不能根治 不过有适当的治疗 加上个人努力 一样可以战胜病魔活得精彩 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23岁的招飞 远到去到美国 名尼苏达州 参加双子城国际马拉松16公里赛 结果以2小时21分44秒完成 冲过终点之后 赛飞情绪还很高涨 做了20下掌上压 难怪赛飞那么兴奋 因为她成功挑战自己 向全世界证明 柏金顺患者可以长跑 也换起社会对年轻柏金顺患者更多的关注 赛飞9岁就出现柏金顺的病症 而她哥哥更是7岁的时候就发病 我们传媒说是全球最年轻的柏金顺患者 好似她两兄弟那样 那么小就患柏金顺症的 是极为罕见的 全球只有5个病例 柏金顺症是慢性脑神经组织 衰退疾病 损害患者活动和语言能力 平均的发病年龄是60岁左右 40岁之前发病的也有大约一成 近年更加有年轻化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研究显示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 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柏金顺患者 有亲属同样患病 也都可能因为环境内有有毒物质 有发病变 另外亦都有研究发现 可能与滥用药物有关 医生说年轻的柏金顺患者 除了活动能力受损 更加因为未必能接受到 那么年轻就患病 容易患上抑骨症 在治疗方面要更加小心 相对年老的患者 以药物舒缓病征 对年轻的患者 医生就比较建议用手术治疗 好像赵飞那样 就在三年之前 接受深层脑部刺激手术 在脑内安装电极 释放电流 刺激脑组织 又植入右胸的电池蜜充调节 提赵飞的情况 就知道这个手术的疗效有多好 另外台湾有医院 试验胚胎细胞移植手术 在流产胚胎中 找出多巴胺细胞 直接注入患者脑部 10个试验的患者 活动能力恢复7成以上 赵飞为了今次马拉松 除了努力练习 还连工作都迟迈 他说回去要找回工作 而且会继续做与白金逊有关的公益工作 还希望找回个女朋友 陪他一起跑向未来更加精彩的人生 今集新闻之父说到这里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